伍迪艾伦净丑闻越演越烈 翻设字 Breakpot News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金角民导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1992年起 数度被养女戴兰法罗 Dyleon Farrow 指控 年仅7岁时被养父 伍迪艾伦在小阁楼指尖 此事在隐忍20多年后被爆出 不过日前 他的养子摩西法罗 Mossis Farrow 在推特发文 丽婷老爸表示 妹妹是遭养母 米亚法罗 Mossis Farrow 洗脑 才一直认为自己被性侵 摩西法罗表示 自幼养母 米亚法罗就对她施虐 还数度听到养母 说服妹妹 Dyleon Farrow 被养父性侵 并表示妹妹会认为 自己被性侵 都是养母 长期洗脑的结果 才让妹妹 深信不疑的认为 遭到伍迪艾伦 侵犯 摩西法罗在文中表示 性侵一事 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为了揭发真相才会 PO文将事实说出 也盼望妹妹 带兰法罗 远离养母 摩西法罗 力听养父 伍迪艾伦 没信亲妹妹 翻射自摩西法罗推特 事实上 摩西法罗不止一次 神员养父 伍迪艾伦 他在2014年就对外发声 深信养父 伍迪艾伦 从未猥亵 或信心妹妹 带来法罗 虽然 伍迪艾伦 有了养子的力挺 近年也多次上节目自清 不过好莱坞 多位明星站出来发声 金球影后 杰西卡 切斯坦 奥斯卡 影帝科林 佛斯都表示 将不再和伍迪艾伦合作 自由电子报 关心 若怀疑 孩童遭受身体虐待 精神虐待 或是性侵害 性骚扰 请拨打113专线 透过专业社公园 接线服务 将可尽快救援 在生命危机中的儿童